哈哈哈哈 美年快樂 貼上門神保佑平安 買幅金禮求傻來傻 求傻來傻 哇 金禮 老闆 我要這幅 金禮金禮 我今年的好運全靠你了 升職加薪重彩票 天天躺在床上笑 拜託拜託 喂 你的願望有點多呀 還好我金禮大王神通廣大 這是我的願望靈珠 別跑 別跑 站住 仙女姐姐 你有看見我的靈珠嗎 去也 謝謝仙女姐姐 姐姐 這許先不煩 不好意思打擾一下 各位有看到我的靈珠嗎 我們正在購物 不曾見過你那靈珠吧 姐姐 你的頭是真好看 我這樣咧 白雪姐姐 我先走一步 下次再來聽聽唱戲 去吧 不好意思 梅神哥 姐姐 通關鞍喻 呃 我年好 呃 呃 呃 抱住現場一脆床 吹風送暖入塗鬆 呃 呃 年花化年 取夜 哦 原來年花裡除了有個小鯉魚 還有這麼多美女姐姐呀 啊 靈珠別逃 謝謝也要拜託各位姐姐們啦 小李 我們來這裡做什麼 嘶 先外面被發現 這裡是一個漂亮姐姐的家 說不定在這裡能摔到我的靈珠 啊 真好看 我是朵朵花靈 我現在是一個短視頻博主 主要拍攝一些關於妝容穿搭的短視頻 我今天呃 呃 畫的是紅龍夢裡龍西鳳的一個造型 畫了一個細細的美夢 我比較喜歡一些懷舊復古的東西 平時喜歡刷一刷老電影 然後再把我在電影裡感受到的一些美的東西 然後畫成視頻分享出來 拍攝的過程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學習經歷 讓我對中國傳統女性服飾的變化 產生了特別大的興趣 也希望能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中國女性的服飾之美 我們把那個女性的然後打印出來 這是你找到的那些年畫嗎 嗯 對 按點再來的話就是第一張 嗯 然後 這個也是新的對吧 嗯 這兩個月我也在思考關於新年主題的服裝內容 對於年畫這一塊之前我是比較陌生的 然後在查詢了一些關於年畫的資料之後 發現年畫裡其實還有很多侍女圖 美人圖之類的女性角色 所以這次我打算去復刻年畫裡的那個她 以前在復刻拍攝人物的時候 都有電影 電視劇 書籍作為參考 但年畫只有簡單的一張畫 所以要想找到年畫裡那些侍女的正式狀態 我來到了年畫裡那個她誕生的地方 嗯 朵朵 我來給你看一下我們《桃花物年畫》裡面的一個美人 哇 老師這個好清楚啊 因為我自己打印的那一版就是沒有這麼清楚 然後這個可以看清花文 嗯 這一張畫呢 它是一個圓形的年畫 嗯 我們也叫做月光形的年畫 嗯 這幅畫的名字叫《桐下美人圖》 是因為畫面當中有葡萄樹 嗯 然後下面有一個美人 然後它就是很懶懶的靠在這個欄杆上面嘛 有點像在圓林裡 就看起來很賢情一致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我看起來會比較溫婉清秀一些 這個呢是 哦 哦 哦 嗯 名字叫做那個合家歡 也是女性 但是呢是一個特別安樂 特別歲月靜好的樣子 它這個色彩也很鮮艳 這幅 嗯 跟《桐下美人圖》就不太一樣 就完全不一樣 是年畫在發展過程當中 不同的時期 這個用色 嗯 造型它都會有一些不同 其實還是根據當時的社會情況所決定的 所謂的美麗和美好 它更多的是精神層面 透過精神層面呈現出來的一個面貌 桃花五年畫中的侍女 脱胎於蘇州文人分上 楊柳青年畫描繪的貴婦 滿是宮廷氣派 四川眠珠年畫裡的姑娘 更顯俏皮可愛 來自年畫裡形形色色的它 都是一個年代一方水土的神美其成 當我真的看到年花 觸摸年花 它不再是一張紙 而是時間留下來的美 來自年畫面 阿姨我來了 好的 上次你幫我做的這兩件 好 做好了做好了 看看合不合身 你從啊 看到掛在這兒了 這個做的一模一樣 比照片上看起來還像 你這個你昨天 拍麻煩了 對 你昨天還在幫我改 因為我趕著拍嘛 真麻煩你了 但這個做的好好 我把衣服換一下 嗯 就是我這個布料買的 沒有那麼像 對吧 它那個是一個黑蝴蝶 然後我這個是買的一個彩蝴蝶 我實在找不到了 那看起來挺好 挺像 因為有幾張年畫是清代和明代的 網上基本上找不到類似的衣服 所以我只能找裁縫阿姨來定製 當初拿著年畫來找阿姨做衣服 的時候阿姨的內心是拒絕的 你後面再講啊 如果太麻煩你 這個 這個這麼麻煩你都做出來了 後面肯定沒有這個難 不過現在看來 有了裁縫阿姨領搶的雙手 和充滿阿姨的眼神 我對這一次的拍攝 還是挺有信心的 這邊我準備下來花了 是到現在一個多月 現在準備得差不多了 然後就馬上準備一下 就去棚裡拍攝 好 我們出發吧 你好 我看看你們 看看像不像 有劉海 你們倆看看 你們像 對吧 等會直接掏一彎就行 真的很土 真的很土 以前的小孩就穿這種 但我們不是要還原以前的小孩 但我們現在是現在呀 說不定很漂亮 你看 你看這個是我的衣服 我是這個 好看才怪 對 對 衣服是我們老快才對 小時候對年的印象就是 一定要穿漂亮的新衣服 好好打扮打扮 扎個小辮子 提上花燈 歡歡喜喜迎接新年的到來 這次我也選了一張 近代的山西年華 迎春圖 還找了幾個親戚家的小孩 一起 來感受那個年代過年的味道 好 準備 3 2 1 開始 一年快樂 大夢了 其實很感激 正因為有年畫這麼一個載體 把當年很寶貴的一些信息 或者美的感受 記錄並且流傳了下來 以至於讓幾百年後的我們 依然能通過這一幅幅的年畫 去感受當年人們的生活 以及最樸實的老百姓 心中對美的渴望 同志們 朋友們 新年鐘聲響過了 新的一年開始了 祝大家新年好 啊 朵朵姐姐好厲害啊 對啊 年畫中不同年代 不同地方的侍女圖 她都還原出來了 真漂亮啊 嗯 林珠 這是西湖 伍布 看 雷鳳塔 嗯 這是誰啊 一個漫畫家 她來了 會躲起來 在我看來 其實年畫和漫畫 有很多相似之處的 古代人他們會把自己的日常所見 還有對生活的美好向往 融入在年畫裡面 而我呢 會把自己對於生活中很多感想 還有我對生活中很多美好的憧憬 畫在自己的漫畫裡 不過古代人他們會把年畫張貼在牆上 而我呢 會把自己的漫畫發布在網上 或者印製成書籍 大家好 我叫天才露 我是一位漫畫創作者 我的第一本代書本 誕生啦 日常呢 我會在微博上更新我的漫畫 現在呢 有50萬的讀者在微博上看我的漫畫 非常喜歡和大家的一個這樣的交流 哈嘍 大家好 我是天才露 快要過年了 我想創作一張賀卡送給我的朋友們 那麼這一次會結合年畫相關的元素和圖案 我們現在就開始試試看吧 小時候過年的年味其實是非常濃厚的 我們會放鞭炮 然後互相串門 或者是送紅包 但是長大之後呢 感覺年味慢慢變淡了 那這一次創作呢 我就希望把這種過年很熱鬧很喜慶的氛圍 融入在我的作品裡 就是暈染的感覺 還蠻特別的 這個 還有女門神 蠻特別的 我覺得這個挺好的 你看看她是誰啊 木桂英和梁洪玉 女英雄 女英雄 經國英雄 優雅 女性的這種 好啊 可以再看看其他的 棉珠年畫裡面的女門神 她們分別是木桂英和梁洪玉 大部分年畫裡的門神都是男門神 所以呢 在當時看到這對女門神的時候 我就被吸引了 她們的造型非常非常好看 然後顏色也是我非常喜歡的顏色 很適合創作 小時候過年的時候 我們家就會在門上張貼門神 但是長大之後 我了解門神 它其實是有一種守護著家的感覺 我希望在我的封面上畫上門神 把這一份守護和祝福送給我的朋友們 這種也是拓展一下 比如把你的書 從一個二維變成三維的 一些樓房都是給大家 我自己其實還蠻喜歡做立體書的 因為畫畫嘛 然後日常做一些手工 然後把自己的畫展現給別人看 每次做完立體書 我拿給我的朋友看 她們總非常驚訝 說你還能做成這樣 就是還能做成立體的 看到我做的東西 她們會非常開心 所以看到她們開心 我也特別開心 我就很羨慕做這件事情 那今天呢 我已經把整個畫裡面的 零部件全都剪好 然後做好了 我可以一起看一下 比如說這有雷鋒塔 我的漫畫家朋友們 在《舞龍舞獅》 《桃花屋》裡面的 《福禄獸三星》 最後我是覺得蠻有意思的是 做了兩扇門 到時候可以把我畫的門身 貼在這個門上 然後做為整個賀卡的封面 那我們繼續往下做吧 年畫裡呢 其實有很多很有趣的畫面 比如說老人過生日的時候 我們會祝他浮入東海 說筆南山 這次創作呢 我也將年畫裡的《福禄獸》 融入到了我的漫畫裡面 然後包括我還畫了 小朋友們提著燈籠 敲鑊打鼓的場景 還有我和我朋友們 一起相互玩耍的場景 就是一種年味滿滿的感覺 之前我對年畫的了解 不是非常多 這一次之後呢 我發現當時的年代 人們對於過年 這樣一個很喜慶祥和的 一個節日 他們通過這種木板上塗顏色 然後批亮印製去張貼在各家各戶 非常的有儀式感 我好喜歡阿仙這個 這個騎著牢 這麼立起來 超微分的 這個也好好玩 這個是興奮 來了 你看看 看看位置 什麼位置比較好 差不多 不錯 走吧 沒事再見 我又又又又來了 哎 你現在變得和我小李一樣可愛了 漫畫家的手果然不一樣 熊帶無力 好可愛啊 姑婆 我們繼續找龍珠 小心點姑婆 你被發現了 你確定這裡能找到雪原靈珠嗎 說不定就踩在這個小哥哥的蛋糕裡 中國古代就有麒麟送子的傳說 傳說中麒麟能為人帶來子嗣 表達了當時的人們對於多子多福的嚮往 就想以麒麟送子作為主題去製作一個翻糖蛋糕 楊柳青年畫裡面呢 她有一個娃娃的專屬的一個畫絕 短胳膊短腿大腦可 然後小鼻子大眼睛沒有脖 所以我這一次就特意沒有給她做脖子 做翻糖師到現在已經是第八個年頭了 我自己的生活基本就是兩點一線 除了陪家裡的兩隻狗一隻貓 就只剩翻糖蛋糕了 中國傳統故事一直都是我的創作來源 翻糖其實是西方的藝術 我希望和東方的傳統故事相結合 運用翻糖一系列的工藝 與中國的面素和雕刻工藝融合 把中式的含蓄內臉極致精細 和充滿奇幻想像去表達出來 這一次和年畫元素的融合 我發現了年畫裡有開臉的說法 其實翻糖做人臉也叫開臉 在開臉的時候也是借鑒了年畫中 對於女性無關的一些表達 緋歌的這個麒麟 我覺得還是蠻像的 那個整體的感覺 對 顏色跟形態上 會有一點點借鑒楊柳欣的年畫 包括仙女也是 我還給她植了個飯 這個改得非常好我覺得 咱現在就是手上這塊位子還空著 因為一隻手已經有了 那我覺得另外一個手 關帽呢 關帽就是 升官發財 跟仙女不符合嗎 太俗氣了吧 在做的時候 我也發現了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年畫裡面的諧音梗 就像十六多子啊 連聲櫃子啊 原來就是以前的人 也和我們一樣 喜歡用一些諧音梗 其實這個倒還是 你看你正好它 左手是臉嘛 右手是身 那不就是正好連聲嗎 連聲 對不對 去試試看 其實我覺得比起借鑒 年畫裡面的形象也好 顏色也好 更主要的就是我要用一個作品 去表達出它年畫最初始的 最原本的一個寓意 天仙宋子 麒麟宋子 它也都是想要多子多福 我覺得只要能夠作品去表達出 美好的寓意 這個作品就是成功的 以前覺得年畫嘛 就是老底子的這種風格 然後通過這一次創作的機會 也是了解到年畫之後 我才知道年畫可以更加新穎 和富有創造力的方式去表達出來 這個也是我這一次創作這個作品的初衷 可以讓更多的人知道和主動去了解到年畫 也是希望未來的年畫能有更多的年輕人 能夠參與進來去共同創造 許元明珠好像又不在這裡 不過這個蛋糕能吃嗎 能吃啊 也不能吃 趕緊聽年畫吧 嗯 好吧 天 好像有人在唱戲 我叫編靜亭 我學習的行當是金劇老蛋 一直演的呢都是像媽媽 姥姥 奶奶 這樣的悲分比較高的女性角色 改下一組 旺妹兒 但其實除了金劇演員的身份 我還是一個 畫影號女團的成員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416女團 為什麼成立416女團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的宿舍門 台號本身就是416號宿舍 後來真正形成的是在我們 今年將要平夜的時候 拍攝了一段關於戲腔歌曲片段 用各自的戲腔方式來演繹國風歌曲 其實也是偶然的一個創意和想法 能有這麼多人喜歡我們也很意外很驚喜 這一次我們以年畫為主題 創作了一首新年的帶有喜腔的歌曲 但為了更好的了解年畫 我決定和我的小夥伴們 一起來到年畫產地楊柳青 也是我的家鄉天津 尋找跟我們相關的年畫 更好的完成我們的新年創作 作為天津人的我 來到楊柳青的第一件事 就是讓不了解年畫的小夥伴 來一次愉快地製作年畫的初體驗 有重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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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讓我沒想到的是 他們上手還挺快 一下就出來了 超強 不過這對我來說真的太簡單了 對對對 已經準備好了 輕一點 輕一點 對對 對 對 有那味兒了 我很輕了 請你看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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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魔法 中國魔法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正題 尋找跟我們相關的年畫 青代 而這些年畫呢跟我們息息相關 哇 牛糊耶 這是《白蛇傳》中的一折 就是 這個是你演的 對 正好我剛才過 這個小青 這個花旦 這個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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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就剛好是這種感覺 我覺得剛好是這種感覺 我覺得剛好你可以扮上 復原一下這幅畫 對 那它後面是不是剛好 只有我那個面白 青夜君子 街上哪裡 改日也好 本門道歇呀 好可愛啊 就感觉很不一样的感觉 自己的心脏 可以了可以了 我第一眼我就看到了中间的那个舍太军的角色 你看到这些就是一笔一画 它勾勒出来的 不仅仅说是这一幅画作 而是说这些艺术家 他的心绪 还有这些年的沉淀 以及等等等等 我觉得都体现在这些画作当中 主要的还是我的角色 中间那个舍太军 这个代表曾经的一个流行的风向 都是因为当时真的很火爆 喜欢的人特别的 所以才会有人说 我把它就是做成画 选它一个很经典的场景 因为一戏不可以常看 但是年画就不一样 它制作出来之后 它可以去贩卖到各地 那我买回家里就好 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去了解了这么多关于年画的一些知识之后 我发现其实年画的这个文化底蕴 真的是非常的深 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古今穿越的这种想法 我既能通过戏曲走到年画当中 又能从年画当中走出来 走到戏曲当中这种感觉 每看到一幅画 我就会想到 我在台上看到的那些演员 还有我在台上扮演的那些角色 我们首先是要继续保持我们的传承 继续去一点一点地给年轻人传递 这些我们想要传递的东西 我们下期间的感觉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